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一样学者出身 然后同样也是海外流洋 非常知名学府出来的 然后回到了台湾呢 也是非常的讲话重视那个法统 然后不敢乱说话的蔡英文 那所以呢从他之后就跟阿扁时代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 但也不是没有不敬的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台湾政坛 大家跑新闻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都会有媒体调侃阿扁 那时候时代是那个扁拉登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那个社会气氛 但是呢最近这个好像 对你们一个你是台湾 你代表台湾政治 他老婆他老婆他也是娶了台湾的老婆 那么现在我要代表我们大陆游客 向你们兴师问罪 为什么我们偏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这树早倒不倒 我们旅游的时候就把火车给砸了呢 我想的答案 这个我看到这个 你说阿里山这件事情 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是马上有这个问号 好像台湾好几个什么很不幸的意外 都是内地游客 这么多砸了我们的人 那我后来想到答案 我想是阿里山已经台湾人都不去了 只有大陆人去 所以除非他不出意外 出意外通常就是大陆游客 比较不幸 比较中招 你看这个照片 我也没有去过阿里山 你看砸成这样 一棵大树就能把火车砸成这样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大树 里边你注意到没有 它是空心 是死了吧 这个树 对吧 倒下来 然后再下面看 这是台湾人给我们做这个法事 公祭 对 这个事你们是不是挺觉得对不起我们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台湾几个同业聊过 其实大家现在只要一听到观光旅游地点发生了意外 大家第一个就问说是不是大陆观光团 其实一听到是真的就是一副 就是揪 其实我心里很痛 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尽管观光旅游维护 并不是在我主管的任务范围内 但我真的也要为这件事情 跟很多关心到台湾旅游安全人真的深深说深 抱歉 希望在我们继续的监督下 台湾的官方 等我年满40岁以后可以参选了领导人之后 我们一定会把旅游的安全做好的 那Coco要不要也 等你年满40之后 我们再去组团 Coco也有需要向我盗窃 因为我也是受害者 因为我太太本来他们跟家人就准备回台湾 去中南部旅行 那发生了意外就不去了 那我当时受害者 本来我老婆可以离开一个礼拜 我这种在香港比较自由 现在他不去了 你知道吗 我那所有计划就取消了 我有时候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看 就是这个那个 就冯小刚拍的那个电影 不是这个作家王朔编的剧吗 叫什么《非诚勿扰2》吗 原本的名字是这个王朔起的 叫不省心 这个其实不省心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对不知道 我现在就觉得 其实很多人都是活着不省心 你比如说政坛人物 你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政 动不动又出了个火车 又又又又给砸了 后面又弄了个 本来就是 哎呀 最不想砸的就是大陆客 结果的一起又一起 你这个心 我就想到这个偶然性 因为我现在觉得 我自己生活中对这个命运 我有时候有种感觉 他们说是一种幻觉 但是确实屡屡的 都应验 我就觉得 如果我怕一个事情发生 我这个心呢 就得提着 你知道吗 就得提 我跟你讲 有一个副市长 我到一个城市去采访 有一个副市长跟我讲的 就这种心态 神 这其实是有点神经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说我觉得我得提着 他说因为无数次 经历过这个事情 我这个心传来好的 比如说你家里人的病情 咱不说别的 今天传来消息说 见好 你的心里只要这么一放松 夸旗又不好了 你好像很多时候 你得 就 得提着 你知道吗 这个真的 就不省心 你老是得提着这个心 就是一路都要很担心的 这个意思 对 中国人古话 居安思危 就是说你即便在 安逸的环境当中 还是要对这个环境 有一点点提醒 我就想到如果说 这么神经里面 讲到了那个信仰的里头 其实我们常讲 就是说我们要保守 我们的心 就是说我们的心怀意念 其实要随时的注意 有时候 特别是你人在 只身在外面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很奇怪 因为很多时候不留心 真的哼啰啪当 不知道到底哪里 什么时候天上掉下了一个 你不想要的礼物 不想要的砖块 不想要的大树 不过阿里山这块地方呢 其实它是原始森林 你知道当初 日本人在台湾割据 并且知名的时候 他就要我们的树木嘛 所以他就构筑了 那个森林的小火车 可是它那个地方 就跟一直发生问题的 苏花公路一样 都是非常美的 自然的风景区 可是你要用人为的方式 去做建筑 你又没有办法拓宽 其实当时 大家就提醒马银九政府 你要开放自由心之前 这么多 很多硬体设施 没有你想象中 维护的这么的完善 应该要做全面检视 在那个 可是你看为了 为了大和解的氛围 为了求同存异 为了大家共创双赢 那么非常多 急救章的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也在做警惕 现在很紧张 你看接下来还有几个月 他要竞选连任嘛 到底他的正机牌 能不能够打得出 那假如讲到选举的话 就台湾很多的说法 有些惯例乱神的 就有人说 把这个事情 阿里山的悲剧 跟蔡英文拉上关系 对 因为他宣布的 这个时机点 刚好就发生了这个时机 每次他们有人 就把蔡英文 以前几年的历史 一翻出来 就说每次他有大动作 不管跟马英九辩论也好 跟什么宣布选举也好 参选也好 总会发生一些天灾 或说一些事情 好像说蔡英文的命就是这样 甚至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看也蛮好玩的 像蔡英文这个初选 坦白讲比苏贞昌 好像才多了多少票 一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的意思说 好像才差两百多票 两百五十多票 对 两百五十多通电话 他们说 对 那苏贞昌经营了几年 对不对 每一个场选战都有参与 她以为自己也蛮有信心 可是蔡英文就是有这种运气 有这种运道 所以有人说 台湾又流传又有说法 以前吕秀莲曾经想过 自己出来当台湾的领导人选举 对不对 她爱算命 爱算命 人家就捧她常 对 台湾我一算就知道 台湾总会出一个女的领导人 可是她说姓陈 是吗 对啊 陈书贞吗 姓陈 很多的版本 有个版本是说 没说姓什么 反正就会出一个女的领导人 是 那女兽联就好高兴 那就想出来选了 后来没选上 后来她初选都没过什么的 然后后来她就再去问 那人家说 是啊 可是我没说现在 那可能是以后 可能终于等到蔡英文出来 有人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说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多么大的人物 要不说人类在这个不可知面前 其实多多少少就会有这种迷信 或者说是运到这种考虑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你这个咱不说政治 你知道有的公司任免一个老总 副老总 他竟然要看人名的 老板 看人名的 对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拉广告的 是吧 他可能就得叫一个 听着就像拉广告的名 你知道吗 他觉得这个 就有这个意头 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人有一种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狂妄 就是认为你主观的有些东西 嘉辉博士 你研究过这问题没有 就是主观的东西 是不是能影响客观 你比如就接着我刚才这个话题 讲 我不知道嘉辉有没有这个体会 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戴绿帽子 他就讲 我没见体会 这话讲清楚一点 他反应好怪 他给他老婆 不是 不是他 给他老婆戴绿帽子 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 没办法 他老婆长得也是风骚漂亮 你那个东西 就就就就 能够介绍 你知道有些人的老婆呀 那这真叫没有办法 你知道 你看我 我跟你插出去 跟你讲 有个叫什么 蓝阳内的一个名 著名导演 就拍那个美国往事的 拍那个西部 就早年拍过那个片子 很著名的意大利的那个导演 他说他曾经有过一个老婆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讲 他说漂亮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最后没法跟这个老婆过下去 他说我们一出门 就有男的找我打架 或者旅游到海滩上 他准得打一架 他老婆就能够 他说到这么一个程度 我就说我那个朋友 戴绿帽子 他后来他讲一种体会 他说你看 我 他是个爱吃醋的男人 他说我这么多年提心吊胆 也不是这么多年了 比如说我一年提心吊胆 只要我这心提着的时候 最后我总是发现 搞错了 我老婆没投人 就是总怀疑 总怀疑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我说不省心呢 就是他会觉得 提着这个心的时候 每次证明都是误会 就等于说 你每预想到一种可能性 你就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你预计到一件事 你就消灭了这件事出现的可能 他说最后我真的相信我老婆了 久经考验的 是吧 最后觉得没问题了 我这一放松 光机 他绿帽子扣我头上 你说这人呢 有时候保经忧患之后 他会产生这样一种幻觉 没有 这绝对不是幻觉 这是心理学的基本的理解 你越提起这个心 坦白讲 你一定会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偷看你老婆的电邮 或者整天陪着你老婆 讨你老婆喜欢 或者说晚上都跟你老婆 在一起安安安安的 他就比较不容易出事 一定有心理引起行动 只不过他没把恩爱那个部分告诉你 只把提心那个部分告诉你 绝对不是幻觉 你看就用科学解释了明信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你像舒婉 我觉得反倒是女的 她比较刚强 她不相信这五名三道的东西 就觉得爱命运 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对吧 就是清清楚楚的 但是反倒是像我们这些个男的 有些时候容易觉得不可 就是莫测 那命运这个真的可有一说了 我可是刚听文涛说到什么主观影响客观 倒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英雄所见拳头 因为 因为一般人说什么 现在特别在台湾 从十二十年前开始流行 什么紫威斗树 什么惯例乱神风水 对对 算命 有人是这样说法解释是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转型 从戒严转到解严 OK 整个社会旧的谍序没有了 新的游戏规则 你们叫谍序吗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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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整个社会转型的时候 大家迷乱 所以就希望从外面求取 指引 一般是说 你自我越是没有自信心 你越要去求什么 玄学的指引 一般是这样说的 可是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看紫威也好 看风水也好 种种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有自大狂 我们以为可以 比方说我看人民 斗文涛三个字 好像跟我的八字不合 我就避开你 避开你就可以改变 我什么命运 可以你的名字更往好 对 就可以给我带个好运 其实这个不是没有自信心 刚好相反 你自大狂 你以为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 来影响这个事情 甚至能影响命运 我觉得应该是从这样来解释 我就有这种心理 我经常就觉得 我要不提着这些心 你们这世界就崩溃 全靠我在这儿 游戏如焚 你们喜欢看科幻小说吗 就是我有一阵子 还蛮迷科幻小说的 那我曾经呢 就是看过这么样 就很多研究 如果我们把人 我们人的这个肉体 放在这个宇宙中 我们就是一个电磁体 那我们的意志 他就研究出来 就人的意志越强烈的时候 他周边所散布的那个磁光 所以现在有一种科学解释 叫磁场 就这个人跟我 我觉得我跟他特别有演员 我们两个人磁场接近 然后事后相处果然 可能在很多个性上面也非常的切合 也很一定 然后他就 所以他就说 好比说今天你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 你非常害怕 以前呢 如果说 大家有一些那个信仰说 你就赶快念那个南无奥弥陀佛 或念什么 六字真言 对不对 但是呢 科学家就说 你就一直念你自己的名字 成算成算成算 或韬哥是帅哥 韬哥是帅哥 你就意志力集中 韬哥严丑的越来越帅 意志力灌注呢 那可能也会让大家消灾结合 所以这也有一种磁场之说 就本身的意念所挥发出来 让你的精神力等等 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您这样子两位都比较提心 而且英雄所见 全同代表你们真的是 你知道说吧 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的确是一切啊 太莫测的一个社会 就是你不知道 我这辈子碰到这个事情啊 就是简直 你看 一直有人把一些数字联系起来 比如大地震 什么加加加起来 对对对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 我用我40年的生命 做过专题的研究 这个事情 我最后得出来的研究是这样的 确实是有的 但是是巧合 这个巧合啊 简直到不可思议 可是呢 它却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比如说 我说出现了这个 每次出现这个症状 就出这个事 可是呢 问题就在于 它没有指导意义 我不能根据这个推导 下一次也是这样 我只能告诉你 生活中有许多巧合 他们有人讲啊 之所以有这种心理 就像你说的 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你生活的环境啊 如果充满太多 你自己不可控的 不能预测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呢 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 然后呢 归咎于一些这个命 你比如你像阿里山这事 这谁知道 这大树光机 就砸这么寸 就砸车上 我还跟你说 你看一个照片 这是在我们大陆 出的事 这事才叫拍案惊奇呢 你看那底下一卡车吗 对 这一货车司机啊 好好的走在马路上 哐哐一下 这马路塌了 就塌出这么大一坑 世界没有护览 没什么 就是他就赶上了 就塌了 他掉下去了 掉下去之后 更神的后半截呢 是人为制造的 这个不可预测 他过几天再去 发现这个瓶了 然后说 我的车呢 我的车填到里面去了 你知道 他说 怎么也没人问我一声 说我那大货车 靠着这个谋生 四十多万的 我的证件什么的 钱包都在车厢里呢 所以前面是天灾 后面是人货嘛 对 人当时被救出去到医院了 过几天回头一看 填平了 车填里边 你这事你如何预测呢 当然就是说 好像这几天 反映上去媒体一报道 人家北京市交通委 什么还挺重视 就要 再挖出来 不是 就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是赔啊 还是怎么着啊 就就就 是在正在解决 那可是这种事情 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嘛 你前面突然开车 有个坑 你没办法 这是意外 倒霉 对 英文叫shit happens 狗屎发生了 狗屎发生 就是狗屎来了 踩了狗屎 可是后面 假如你比方说 在中国生活久了 你就懂得说 你不能把车丢着 不管 很容易 或者说我们没在中国生活 可是看完这种新闻 看多了 我以后也会了 千万不要离开现场 不是 亲爱的 我跟你讲 这个新闻 这都是绝对是真事的 就是说 这个成都 武侯区 鸡头派出所 为了防盗 把他这个辖区 有近百辆汽车 每天晚上 全部给轮胎都放了气 你知道吗 这要出动 八九个巡逻队员的警察 很辛苦 把这箱百辆汽车都放了气 第二天早上起来 现在有两个人 穿门铁打气 虽然说这个办法 事出无奈 但是派出所长说 你也得承认 防盗效果非常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了 这个就是说坑和坑人的事 不光在中国的地界有 这咱不能老说中国 全世界 我这一研究 我才发现 到处都有坑 你知道这世界上 叫天坑 著名的 你这是个地球 咱们可以看看这些照片 我给你密集看一看 看威迪玛拉天坑 框也是 就是路面 城市里 就是个大坑 你往下看 咱们这导演 可以放的快一点 就是很多 你看海里的这个坑 这个是 佛罗里达州 美国的 哗它一下 也是马路上 掉下这么一大坑 你看这个是 马尔伯里天坑 这都是历史上 不是世界上有名的 皮谢尔天坑 你再看 这个都成旅游点了 阿拉巴马州 你看里边这水 永不沉没之坑 冰岛线坑 就是说地球上 经常有些地方 光灯一下就一坑 你看这个地方 墨西哥的 它都形成了一个天然景 在这里拍过电影 你看 葡萄牙里斯本 你瞧没有 这也是线的时机 非常的寸 公共汽车 这个巴斯 正好玩意倒立 其实说起来 人类蛮幸运的 我们经常听到说 什么很多运 天外飞来的 天外飞来横护 运石 来丢下来 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说 会丢在 突然丢在 丢在纽约 那宾拉登都不用去轰架了 911 那是非常偶然的 因为小时候 可能我就是跟你一样 属于焦虑的人 经常会想到说 活着干嘛 随时一个石头 陨石下来就没了 可是就从来 等了四十多年 你觉得这个 马人忧天 等了四十八年 从来没发生过 结果还在活着 这种事情 你觉得说起来 人类还算幸运 没有这样丢下来 对啊 像我们提到命 提到缘 其实在中国的字 就一个字 命跟一个字 缘 其实它后面的 这个意义 应该是非常的深长 到底要怎么诠释 这个说不出 就我们用很多的文字 很难用陈述星的文字 去叙述 这个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像我们很多人说 机缘 就是给你碰上了 所以有人认命啊 某种程度 还蛮豁达与乐观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认了吧 就认命 那某种程度 可能是要回过头 赶快安慰自己 安抚自己等等 所以我们刚刚一连串看下来 真的不知道怎么碰到 会碰到这件事情 还有啊 为什么 我们难道不能一直想说 反正一定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一直这样子想着人 不知道会不会是他 我不知道 那像中乐透啊 我偶尔也会买啊 一定有一天 你到香港去买六个彩 我买过 我买过 我现在还在研究 到底要怎么样 才可以去买那个赛马券呢 就好玩 我只是觉得说 对于这么样的一些社会 全民参与的运动 感到好奇 可以试试看 走到哪里 就是一个心情 所以我们会对于一些机缘 好的机缘 会有一些期盼 但往往在遇到一些 像是天灾人祸 归为祸患之类的 我们可能又是 另外一种心情 你要看得开啊 在赌博史上面 有一个经典个案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女人 在赌一个赤脚紧老虎鸡 赌了三天三夜 投逼投逼投逼 结果都没中 她就晚了 然后肚子饿了 还是上厕所忘记 然后就走开一下 一走开了 下一个人来 文涛过来 一投一中 一千万美金 有有有 几率上 然后那个人就发疯了 最后十年 就住在精神病院的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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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定疯了 他受不起 放不下 我三天三夜 然后给了豆文涛 来吃了我一千万美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她又居然 突然中 downloads 一千万美金 这几天 四分钟 不为你